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時候就看過他表演 類似某一種追星的一種模式 就是去後台啊 就是去敲敲門啊 然後就請那個 簽簽名啊 簽完名之後就很開心 但是節目單獲得一個陳武康的簽名 然後就回家 那時候武康是芭蕾王子 那時候還在學校 還在學校 那時候還在學校欸 因為我高中才開始念舞蹈 所以就 你開始念舞蹈之後 你開始很多的表演就要看 所以我也是那時候才開始認識 舞者啊 在舞台上的人這樣 大概是很小的時候看見了一個 一個很崇拜的一個對象 然後就破滅 沒有破滅 那是很多年後才破滅 所以你就是 一定要念舞靠念的那個學校嗎 是這樣嗎 有一部分的原因喔 對 就是看著 然後 後來他就來我的舞蹈社教課 對 教了一次 教了一次我也不知道怎麼搞的 就想說好吧 如果有這個緣分的話 就繼續跳舞這樣子 對 後來就高中念完 好像就開始工作了吧 大學 我去教課那一次也是 就是剛好那個舞蹈社請我去代課 就有緣這樣子 就簽完名之後沒多久就去上課 對 差不多喔 然後我就去那個他的舞蹈社教課 教那一堂課 然後他就來 他就很特殊啊 因為 從身形天分 然後身體條件能力 然後臉 幾乎是完美的舞者 對 就很好 就是生來就是應該要當舞者 就一定要跳舞的這樣子 對 然後結果 我們只是 我那個時候就是留下很深的印象 然後結果我就出國了 然後就再跳跳跳跳 然後就再回來台灣 然後 然後 剛好有編舞的機會 我就會找他 然後我們就開始了比較密切的工作 然後 在那個當下 其實對我來說 創作其實不是那麼 我沒有那麼大的夢想 在創作上面 然後就是 編舞嘛 就芭蕾舞嘛 然後就是老師需要 讓我編個舞好了 那你要什麼舞者呢 嗯 周舒逸 那時候收受的男生不錯 跟他工作看看 然後他就來 那時候還不知道他叫周舒逸嗎 我知道 可是我不太叫人名字 因為不熟的時候叫名字怪怪的 然後 然後後來我們就開始工作 然後 在工作的過程當中 他也開始分享說 他上學了 然後上了我們以前那間學校 雖然是大學生 不一樣 然後 然後就會開始跟我分享說 他在學校發生的事啊 然後他對於編舞的好奇啊 然後 那時候看我就 原來你是這麼厲害的喔 因為他那時候在 自己在生產動作上 就很 很特別 在大學的時候 在大學的時候 在我認識的那個時候 所以那時候幸好我是編芭蕾舞 你知道嗎 所以沒有打架的關係 我說我要編芭蕾舞啊 那時候我們在拍芭蕾舞 所以並沒有 你很怕他跟你競爭了嗎 不是 不然會 可敬的對手之類的 不是就不好意思 就不好意思出招你知道 然後 可是那時候他是屬於現代舞范畴 我是芭蕾舞范畴 所以沒有什麼 然後 認識越多 也越來越喜歡看他的編舞 然後後來到了 到了他 欸 你那兩天人叫什麼 雙手還李超 新臉之舞展 兩天人的新臉之舞展 那我是喜歡哪一個 李超 雙手 我最喜歡 那時候我一開始看他 李超 非常喜歡 非常喜歡 然後 不然有劇場成立啊 也跟他有非常大的關係 就是 有一群夥伴嘛 有威家 我 玉敏 然後華寶 還有誰啊 有肉嗎 沒有 然後鐘榮有克席 這樣子 我看的那支舞就是鐘榮克席那支 然後我記得為什麼那個誰 嗯 有朋友 那時候我在國外跳舞 然後朋友就跟我講說 你沒事幹嘛回來成立舞團 我就說你都不知道 我們現在台灣小朋友都厲害 你說的就是舒逸 對 舒逸 然後還有那時候鐘榮 我覺得這兩個那時候對我來說 創作上 我說哇 很精彩的 然後我就是很想跳舞 所以我第一年跳了非常的多 然後也因為剛好有人不編 就我們那一次突然有人說 我編不出來 然後我說你編不出來 好啦我編 然後才真的燃起了我對於創作的好奇 不然我只想當一個舞者 是 聽起來 偶像 你看 對 所以他到現在還是你的偶像嗎 對 你認識他之後 跟當年你在台下看他的那種仰望的感覺 當然那是不同的 我是看他跳 一個是 你對他跳舞 吳康你害羞了嗎 害羞 我們趕快繼續稱讚他 我要非常多次簽名 我只能這樣說 我要非常多次簽名 對 沒有去開始工作 沒有接下來可能就是勞務報酬單了 就開始跟他工作啊 然後 開始認識他 不同的一面吧 細膩的一面 或是思考的一面 或是說 什麼出爐的一面也有啊 出爐的一面不負責任的一面 裝死的那一面 對 然後有他在在排練當中 如果是我的舞的話 他就是會常常比較擔任那種 很細心 然後會提醒你 然後有他在的製作 你就不用太擔心 會 會崩潔 因為他會抓著 然後會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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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候是救助隊 然後大家都不太敢知道 他在的話 嚴格啊 沒有吧 就工作的默契或是 我不知道耶 可能很早開始跟他工作 我一直覺得說 欸好像找到了一個 你這一生可以發揮的一件事情 然後你就特別的想 好好的做好他 對對對 就是有一個很 有一個這樣的意念吧 就是 好像你對你喜歡的事情 負一點責任 那只是 我覺得那個時候是很 我覺得可能對自己 是蠻苛刻的吧 就習慣性 每天都很早來啊 然後去Ready一些 我今天一天可以想要享受的事情 其實很開心啦 所以當別人有遲到的時候 我就是會覺得 Oh my God 怎麼會這樣子 一個這麼喜歡的事情 真的 怎麼可以這樣子 對 其實我讀到很多書譯的資料 然後很多人都會提到一件事情 就是當年書譯要考大學的時候 曼菲老師好喜歡書譯想要請書譯去北藝大 可是後來書譯選了台藝大 但不管你選哪一個學校 每個人都說 他真的就是生來要跳舞的 對 但是現在少跳了多了 對啊 為什麼 不知道欸 在也在一個轉變的階段吧 再去思考 再去思考 可能跟年紀無關 但是一個下一步好像是 你更想要做創作 我覺得是面對這個環境 最現實的部分就是 到底我做什麼樣子的角色 可以發揮更好的事情 那譬如說是編舞呢 還是去作為一個舞團的管理者 還是說 站在台上可以帶來更多 當然表演是非常非常開心的一個角色 就是好像從以前 可能我第一個在外面的演出 應該就是跟舞康工作開始 真的 對 高雄城市巴的舞團 你是說 你是說 賽車女啦 就是穿得很少的一個作品 我看到你剛剛講什麼賽車女郎 賽車女郎 講清楚一點好想聽 就是我給他們穿橘色的 他的太太現在 他的太太也有跳 對 我太太也有跳 就是我那時候給他們 在那個張秀武老師那邊的舞團 然後給他穿了一個橘色的熱褲 很貼 很貼 然後橘色的上衣短袖的 但不知道為什麼做太短 就有點比基尼這樣 所以就看起來很像賽車女郎 對 但因為快演出了 來不及改了 去吧去吧就上 就上 就上 但是那時候還小 所以其實 沒有特別覺得那個怎麼樣 有 你們那時候就一直反應 他們 好丟臉 我覺得藝術真的很多元 武康在帶我認識一些 美國的潮流嗎 這樣 舒逸你真的很喜歡武康耶 我覺得 我那個時候也在學習 他給你穿這樣子的衣服 你竟然覺得 我還是上台了 是不是 我是希望那個 對那個影片要從此 就是消失 消失 不會再出來了 真的嗎 不會 你等一下下節目之後 再跟武康要一下照片 我都沒有啊 沒有留著 沒有留不敢留 不好意思 還有嗎 可以再講一講 你們之前合作的舞座 創團開始吧 創團開始 標的時候 對創團的時候我畢業 所以 標舞劇場創團我畢業 所以 我們先講一下 標舞劇場其實是台灣 當時唯一的 純男生的舞團 當時出來的時候 大家都好震撼 然後大家就是 開始流傳 真的是青春的肉體 然後又帥 跳訪很好 有老老的一點 就是你嗎 就是我 對 所以那時候標舞出來之後 你們的第一個作品是 M-Dance 然後那個時候 蘇伊有編了一個 反正今天他在嘛 我們就講他 他編了一個 為什麼不講你 我都編那個還好 那不是 讀舞而已 他編了一個團體的 團體的作品 叫做開門這樣子 然後 也很高興有跳到 因為是那個 那是我們的創團作 雖然後來都沒有再重演 然後很用盡了 當時的 黃冠小劇場 這個面向 那個面向 那個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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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也讓我們的 第一次的創團演出當中 的風格非常豐富跟多變 然後那時候就代表了屬於 歐洲 那一邊劇場 然後很劇場性的作品 然後哪一支舞又是哪裡的這樣子 所以 而且你們創團沒多久 就拿下台新藝術獎 第三年 第三年 速度 是 剛好那一年我沒跳 就得獎了 我跳的 都沒有得獎 雖然我覺得他跳的 就是 速度完隔年啊 我們作品稍微比較成熟 對 但就不知道為什麼 就 沒有 所以他反而是選到了我們 就是 自己都害羞的作品 那一年半回來之後 好像心中有一些想法 就是覺得 就像舞蹈旅行計畫的開啟 我想是一個重要的原因 這樣 就是那一群作品 還有 七八年合作下來的舞者 然後我們是不是可以把 我跟這群舞者共有的一些作品 發展下去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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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